Hello everyone, I'm Xiao Yuer, and yes, that's me. I'm delighted to have you on my channel. Today, I have a special treat for all the beginners out there. Make sure to watch this video till the end. 最后,这里呢, Xiao Yuer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如何让照片说话,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款软件的名字,它就叫Yedek AI,也就是我们的克隆人,数字人,让一张照片说话。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正是它的一个首页啊,你正在使用Yedek的一个免费版本。 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有福了啊,所以说给你们带给你们带来了福利了。 每个朋友呢,在最顶上这里是有十个积分可以用的,看你说话的长短这里呢,积分是会越来越少的。 小Yuer这边呢,已经生成了几个,被删了几个了,这里已经生成了两个好的一个视频。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我们首先第一步,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不需要你懂什么技能啊,我们只需要上传照片。 我们不需要有什么技能,我们只需要把你想说的话发上去就OK了。 我们点这个加号,你看第一个是表达啊,你看第一个是表达啊,用视频生成,完整照片,图画,克隆声音等。 给他一张照片就可以说话,第二个呢,是使用一些动画呀,视频之类的。 我们今天呢,给大家这边演示的话,就选第一个照片吧。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页面,看一下选择一张会说话的照片。 这边呢,照片我们可以选这边看一下,会说话的照片。 这里呢,他给了我们一些人物,大家看一下你感兴趣的啊,你想选什么美女也好。 这里面全都是美女啊,有中国的啊,有美国的,这里还有一个这种,这种类型的。 这下面还有,这里还是有男性,我们这边来随便选一个吧,看你们喜欢哪一个,你们就可以挑选哪一个。 我就比较喜欢美女啊,找一个美女,这个吧,玛丽安娜。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下面生成一段文字,你想说什么,就把它生成文字就OK了。 建议我们现在使用英文啊,中文的话效果没有那么好,直接中文说出来,用英文翻译一下也可以。 这旁边有一个,你看,掐了GPT在这里,把你想说的话,你要他做什么,写一个故事。 我这边随便来,随便写了一个,被男朋友抛弃了怎么办,骂呀,他给我发这么多,我不需要这么多,我这边录一段就可以了。 这里真的是很神奇啊,你不需要自己想脚本,这个GPT它就放在这里了,你直接让它给你生成一个脚本就可以,就选一把,它这个太长了,不需要那么多,粘贴到这里。 来,我们直接点,我们这边来先选一下,这里,你看,它告诉你,创建你的会说话的照片,只需不到三个简单的步骤,即可创建自己有生照片,让照片发生。 第一个呢,就是上传照片,第二个,详细信息,录入你要说的话,让它说的话,第三个审查,就OK了,我们就可以让照片说话了。 它只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操作,这边就不管它,我们点下一个。 在这里呢,如果说你想要男士说话的话,这里看到没有,熊,这里女性说话,就点这里啊,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不会玩的话,一定要把这个点开啊,不然的话,你这里是一个女士,那么你可能是一个发出来的声音,会是一个男士啊,这样会吓到人的,那就不好玩了。 我们这边选女性啊,点一下,选完了女性之后呢,我们看这边有个像喇叭一样的,这里面有很多声音,包括这个上面,你想让它用什么语言来说,你看,有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这里英语,各个国家的都有,这里还有中文的啊,太语,南非,荷兰语,土耳其语, 这个是很多啊,这边我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这下面就是各种声音,大家听一下你想用哪一个,我这边先点两个给大家听一下。 Hello, I am Christopher,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Hello, I am Elizabeth,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Synthetic Voices 这是一个女士的,这又是一个男士的 Hello, I am Adam,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Synthetic Voices Hello, I am Alison,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Synthetic Voices 我们这里的话就用这个声音吧 Hello, I am Alison Hello, I am Alison 要让她把这个圈圈,把这个长方形要放到这个上面来证明你已经选中这个声音了 等一会儿我们做出来的这个照片说话,它就是这个声音 如果说你没有选中,那很可能就是跑出了一个男士的声音 所以我们大家在做这里的时候,选的时候 Hello, I am Anna,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Synthetic Voices 这个声音不错,这个声音不错,我们就用这个声音吧 Hello, I am Anna, one of the American Hello, Hello, I am Anna, one of the American English Synthetic Voices 好,我们把它选中,选中了之后点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一个生成 然后包括这旁边,你还有多少积分看一下 这里积分都能看到,我们可以免费使用10个积分 应该是10个,刚开始我没注意,我们这里点生成 他这里说了,这里说了,就制造这个照片说话的话,需要1.5个积分 我大概研究了一下,你说的话越长的话,他用的学分就越多 我第一个视频就只用了0.5个学分,因为我的话很简短 那我们这边就点,点这个紫色的,他就在开始帮我们生成了 生成好之后呢,他会自动保存到我们的这个 现在正在审查,你看看没有,这里正在加工 很快的,这个其实时间非常的短,这个是之前做的 做好的视频,照片,他就在这个里面 如果说有需要的话,这下面有个下载,大家可以直接把它下载 如果说不需要的话,这边旁边有个删除,直接把它删除就OK了 看没有,这两个是做好的,这一个是正在进行当中,正在加工的 这边呢,是他一个详细介绍啊,这边 看一下我的最新视频,好了,OK了,这里变成绿色就已经好了 我们点开听一下吧 看一下这个真的太逼真了,如果说你不仔细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原来他是用照片在说话,但是他的嘴型啊,合得非常的好 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个克隆人,如果你需要 如果你觉得这个还可以的话,我们直接可以把它下载 这边的话,视频的这个边,右边他告诉我们,分享视频 邀请朋友,你和你的朋友 在注册时都可以 获得25个积分 我们不需要,我们的积分不够的时候邀请朋友 他也能可以给我们送积分啊,这个真的非常好 现在开始这是双赢的,让照片说话 真的可以实现,朋友们赶紧一起去试一下吧 小鱼儿每期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实操 如何用AI来做,视频如何使用AI工具 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订阅小鱼儿的频道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